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好意思再重提说 要过去一点 对 很可惜 没关系啊 还要下一张吗 宰宰有没有可能重回到这首次 如果没事的话尽量不要 宰宰女友于宏渊感情稳定 但一直对感情低调的她却鲜少在媒体面前提及 被问到今年是否会结婚 宰宰也大方分享自己的婚姻观 不过貌似却没有透露什么实质性的消息 让人很是失望 可以肯定告诉大家 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旅程 那我也很渴望这样的 这样一件事情发生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清楚的交代 到底什么时候是一个正确的实际点 有没有可能再经验 所以我刚才说我没有办法肯定的交代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很讲求的是缘分 跟有这样的一个冲动 跟觉得实际成熟的时候去做 那我没有办法肯定的交代